他的腿好像有一個怎樣的問題 這樣一個感覺 在我在Dan Lauda最關鍵的論壇 居然不見了 因為對比過去跟對比現在 習近平的神色 習近平的表情 習近平的動作 完全不一樣 央視的報導裡面來說 也似乎在刻意隱瞞什麼 你看很多時候都是用這種 所謂遠鏡頭去拍 那遠鏡頭拍 為什麼你要用遠鏡頭拍 難道你是近鏡頭 會拍到什麼樣的狀況嗎 習近平親自配音 親自配音 剛才講的風塵浮浮 天理挑戰從北京 一直到了遠鏡 你知道嗎 就在最關鍵的場合 他不見了 他不但他自己不見了 他旁邊坐了很多人 也都不見了 保姊我們昨天在節目上質疑說 洞九三怎麼了 結果今天我們要問的是 習近平怎麼了 保姊為什麼我們要問習近平 剛才剛剛看到的畫面是 習近平親自為這次的 金磚五國的高峰會 他親自配音 表示他對這件事 對他對這件事是相當相當的重視 那尤其是你知道 這一次他要出國之前 中國官方都已經在說了 我們整個未來 可能要用BRIX五國 還有多少人要加入 沙迪拉伯也要考慮加入 阿根廷也要加入 各國都要加入 很多人都要加入金磚五國 這或許是一個 構建能夠對抗西方的平台 你看他講的這個樣子 我在招兵沒嘛 當然 尤其這次 金磚五國會議的 你們來說的話 過去的這個金磚五國的老大 俄羅斯他沒有要出席 普丁不會去嘛 所以這次顯然就是 習近平的主場 所以習近平無論如何 大家說他已經省緊半個月 不在了 不在了 但是他無論如何 他這一次還是從北京 硬是就飛到 約翰尼斯堡去參加 這一次的金磚高峰會議 剛才講的 前面半個月 中國是內憂外患 中國那時候 有大概的災情 非常嚴重的水患 有非常嚴重的經濟問題 他都沒有講話 他都沒有出現 結果他就跑到了南非 跑到南非 剛剛講的 你跟巴西 你跟南非 你跟印度 你跟俄羅斯 而且俄羅斯這次的老大 沒有出現 我在丹拉達最關鍵的論壇 居然不見了 後來這個論壇的 這個重要的會議裡面來說 是誰丹拉達 就變成是普丁 普丁那邊 為什麼 因為普丁沒有來 但是你看 這整個會議裡面來說 由普丁來視訊會議 那重點是 他發表演講的時候 你習近平要演講 那個場合是 你習近平演講的最好的時間 那個五國人 高峰的首長都在 結果沒想到 保健 他居然沒有去演講 而且是由中國的 商務部長是王文濤代表 去幫他演講 講完這個會場 那他這樣 因為他缺席了這個重要的會議 你看 全世界都在報導這件事情 連這個GNN 紐約時報 全部都在報導這件事情 他到底怎麼了 為什麼在這個緊要關頭 他反而 這個是重中之外 他去了這次 其實就是為了這個 結果你居然沒有去 他都覺得沒辦法解釋 你到底怎麼了 好 剛剛講的 習近平 在金磚五國的閉幕室裡面 他要講什麼 深化團結合作 應對風險挑戰 團結合作就是金磚五國 再加上他認為自己未來 可以結盟的國家 對 應對風險就是我要去對付美國 對 來共創更美好的世界 對 結果這應該是由習近平 親自來發表 親自來演說 對 就要交誰 捐交給中國商務部長 王文濤代表 念稿子 對 沒錯 事實上這個會議 你就看 這是上面的這個講台 上面來說的話 你看 各國的總理都站在 都坐在這邊 當然俄羅斯是拉夫洛夫 他們外長 可是這就是中國的王文濤 當然當時他已經覺得很奇怪 不是這個場合 應該是習近平出席的嗎 就他沒有講 沒有講說 後來王文濤去演講 保證 這是我們外界看到說 是王文濤演講 可在中國內部不是這樣 中國內部 他們還是說 這是央視他們的報導 新華社報導 他說 他的字幕是 字詞是怎麼樣 他並沒有說是王文濤 代替他講 所以在中國內部 跳過王文濤 在中國內部 還是認為是 這個所謂習近平去講的 那甚至連華春瑩 華春瑩還說 他說這個習近平發表了演講 他沒有說 他缺席這個會議 所以在中國內部 是認為說 習近平還是講了這個演講 但是在國外 大家都知道說 習近平是缺席的 這個重要的這個場合 而且剛剛講的 當習近平沒有出現的時候 各個國家當然會高度關注 而在關注的時候 你怎麼可能說 這個對你這麼重要 你都來了 你都花這麼多的時間了 你幹嘛會缺席 而你被人的缺席 你旁邊的外交部長 這些也都沒有出現 一定發生事情了 發生事情有兩個 第一個可能是 你的身體不好 第二個是 那個潛艇是真的 那個潛艇大到 這個習近平不得不 馬上停掉所有的會議 來專注處理 一個重要的國內議題 那大家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對比過去跟對比現在 習近平的神色 習近平的表情 習近平的動作 完全不一樣 對好 這真的非常起人一鬥 為什麼這樣講 你看這是2019年 參加這個高峰會的時候 你看五國領導都相當的開心 那你看這習近平 當時還在笑得出來 這習近平當時的表情 對他覺得 哇他跟這個布斯特納羅 兩個握手的時候 非常開心 偏然就是他 他在這個地方 也是老大的這個感覺 結果他這一次 我覺得他這一次 他抵達的時候 是在南非抵達的時候 你看南非總統 還特別給他受勳 說這是我們南非代表的 最高的勳章 結果你看受勳給他 他的表情 居然是這個樣子 對比你看 對比他2019年的表情 兩個是差異這麼大 所以導播我們看 對 這個是在2019年 當時跟巴西總統 波索納羅的時候 第一表情 就這樣子的表情 結果沒有想到 現在變成這個表情 受勳給你 代表南非民眾 對你的這個敬愛 結果居然是這個表情 然後另外一個 這個南非總統 在那邊講話的時候 他也是一副就是這樣 好像不是很在意的 或是心不在焉的感覺 所以他就覺得很奇怪 你到底是什麼人 到底是你身體有問題呢 還是中國出了什麼大事情 而且一個更怪的事 習近平下飛機 照理講習近平是老大 習近平是大國 每次央視劇拍 或者放他的影片 一定是從頭到尾 你從開始揮手 走下這個扶梯 走下這個扶梯握手 應該是全程 對 可是在央視 卻截頭截尾 現在看到的是央視 只有揮手 到的底下 中間全部剪掉 老杰 你看這是央視的報導 裡面來說話 就是他揮個手之後 然後就沒有拍他走下來的畫面 然後就直接在下面 就跟這個所謂 歡迎他的人在那邊握手 那各國的這個首長 其實都有拍他們走下飛機的狀況 就是他沒有 就是習近平沒有走下飛機的狀況 可是如果我們去看海外的報導裡面 老杰你仔細看喔 習近平的走路的姿勢 似乎是有一點怪怪的 第一個他走的速度相當相當的慢 再來就是說你可以看到 你看他的腿好像有一點 怎樣一個怎樣的問題這樣一個感覺 走路走了相當相當相當的慢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個畫面 我們現在這個畫面是在 央視沒有看到的畫面 有一點搖搖壞 而且一直偏一邊 所以就有人質疑說 你身體到底怎麼了 甚至在這個央視的報導裡面來說 也似乎在刻意隱瞞什麼 你看很多時候都是用這種 所謂遠鏡頭去拍 那遠鏡頭拍 為什麼你要用遠鏡頭拍 難道你是近鏡頭 會拍到什麼樣的狀況嗎 所以這時候就有人質疑說 中國顯然是出了逼 習近平這次來 最重要不是就出席那個高峰會議的論壇嗎 你為什麼不要出席 顯然有比這個更重要的事情 逼著他必須去處理 走 沒有想到習近平去南非 以為說是要彰顯國威 要拉幫結派 要組成一個 等於說可以對放美國的這個聯合組織 結果事情很多 第一個是有人在聯合早報 居然直接對他開炮 第二個就是菲律平 之前不是講嗎 他有個馬德雷三號 我就停在人海礁 我在人海礁的時候 我就運輔讓你不能運輔 然後中國的海警船 就一直卡著 一直卡著 一直卡著 就沒有想到 菲律賓進去了 菲律賓運輔成功了 馬德雷三號獲得了運輔了 為什麼 居然是美國 日本 兩個國家在旁邊盯著 盯著到怎樣 中國不敢蠢動 保證為什麼習近平這次出訪 他會臉色那麼難看 他會死性子說我不要出席了 因為他會認為說早知道我就不要出國 為什麼 保證他在出國的過程裡面出了多少事情 你知道嗎 第一個你講到 今天有人在聯合早報上面 炮打這個黨中央 就點名批判習近平 再來就是說昨天不是傳言 洞九三的潛艇 沉在這個台灣海峽的這個狀況 就傳言 另外第三個 這件事是真的發生的 這發生是什麼呢 菲律賓跟中國一直在仁愛礁這邊對峙 他那馬德雷三號的這個菲律賓的這個船 裡面上面有這個人在駐軍在上面 菲律賓說我要運輔了 我要去修整 中國說你好膽來 雙方已經對峙好一陣子 結果沒想到在22號 也就在習近平在南非的時候 菲律賓他們的運輔船 就去馬德雷三號運輔了 所以整個就完成了 那好那這次發生什麼事呢 因為有兩艘菲律賓的這個海岸 海岸警衛隊了兩艘的運輔船 還有海軍租了這個兩艘的補給船 補給船 他們就一起出發 也就是說他們有四艘 四艘出發之後 然後就開始了這個靠近馬德雷三號 那靠近馬德雷三號之後 結果沒想到他們就進行補給 他們的菲律賓或是國際媒體的報導 就是說已經在當天的上午 9.07分成功完成這個任務了 那中國沒檔嗎 抱歉 中國當然有檔 你看他們去了四艘對不對 那中國拍了多少艘 中國有三艘在檔在他們面前 旁邊還有七艘的民兵傳在那邊 但是他們還是突圍 還是進去 還是弄完了 弄完了之後呢 結果你知道 中國海警局馬上就發了一個通報 這個中國海警局新聞發言人 就菲律賓非法闖入我們仁愛礁的發表談話 他的談話是什麼呢 他說你們呢 這個菲律賓沒有經過我們的允許 三次進入我們仁愛礁 那我們依法跟這個菲律賓船 進行嚴正的警告 全程的跟堅 有效的規制 然後同時針對他這個搭載 用於這個大規模加固的違法的狀況 我們都發現到了 但是我們從人道主義出發 對菲律賓的這個 駐潭的這個軍艦運送食物等等 必要的生活物資 做出了臨時性特殊的安排 但是中國什麼時候人道主義出發了 你之前不是擋了那麼久 幹嘛突然放行了 簡單來說就是 我好你鬼 我沒辦法阻擋你 擋不住了 那為什麼阻擋不住呢 寶姐因為很簡單 因為美國在後面盯著他 而且美國日本都來了 對 為什麼這樣講 事實上這是美國 他們這個相關的這個上校 他們分析的 他透過所謂的AIS 就是所謂自動辨別系統的這個船 他的說法是這樣 他們這個菲律賓出發的時候 一共有四艘 前面兩艘是菲律賓的巡洋艇 巡邏艇 另外兩艘是他們補給船 靠近仁愛交這個馬德雷三號的時候 中國有三艘 他們的相關的船隻在前面 他們三艘船隻在那邊盯著你 你好膽過來 而且他們的確發出警報 那後面大概有七艘左右的這個 這個民兵船在那邊 看起來好像要對峙 但是呢 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美國在 美國還有日本相關的船隻 或許有人在旁邊監視的 有人監視 監視這件事情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 後來這個部分的這個海岸 因為有很多船在那邊 因為有他說 他有所有部分的海岸軍方隊的這個船隻 關閉的相關的狀況 所以他就說 可能有四到五艘左右的這個 他們中國的船在那邊 所以中國船可能是比 大家預想到都還要更多 但重點是在美日兩國遠端監視下 這個巡邏船居然突破了中共的封鎖 對 所以你看中國在那邊的船隻是非常多了 結果他就突破 那其實不是突破 就是說他要來 中國也不敢擋他 中國很擋 那你就只好讓他上去了 而且美國日本就在那個地方監控你 那事實上這次闖進去了兩艘是什麼 這兩艘其實是日本給這個菲律賓的 日本給的 對 他事實上之前 他援助他44公尺長的中型的巡邏舰 這一次有去的這個Cabra House 有一台就是這個車 這個船過去了 那這其實就是2016年的時候 當時的這個外相 也就是現在的首相艾田文雄 捐贈給當時的菲律賓的 那就捐贈菲律賓 現在菲律賓這一次就用他兩艘來 就闖進了整個這個仁愛礁裡面 就是一艘 對 進行了這個整補 所以那這件事情來說的話 我覺得因為他發生的時間點 剛好也習近平仍在南非啊 所以難說 為什麼他這一次在南非的狀況來說的話 他會覺得 我才出個國 你們搞那麼多飛機 難怪他會如同這個 為什麼他在北泰也會生氣 我一不在就出了那麼多問題 所以我才說真的 他或許會生氣是因為事情 比他想像中都還要更多發生的 好 董事長 現在大家還在問 那個DOM93的潛艇 是真的被擱淺嗎 那大家本來以為說 這麼大的一個潛艇 你怎麼可能在台灣海峽 台灣海峽這麼淺 你怎麼可能在台灣海峽 這邊襲擊 你說不對 因為現在更清楚的資訊出來了 因為他在什麼 他在我們的東沙島外面的交界處 而那個本來就是中國的潛水艇的必經之路 而且那個地方下深可以到1000公尺的 對 我們先來看一下昨天國防部的發言 我把那個文字 把它跟大家分析 分享一下 他說 國防發言人說 我們已經透過 這個聯合情爭的手段 對 然後非常這個綿密 非常慎重的 然後充分掌握周邊海空域的動態 我們要講幾句話 第一個什麼叫做綿密慎重 綿密就是說在這個區域我們是 我做了 整個都掌握住的嘛 綿密 綿密 沒有漏洞 沒有空隙的 對不對 不會有空隙的 這第一個 然後我請問你 什麼叫做聯合情爭的手段 是跟誰聯合 美國 日本 還是我們自己海軍跟空軍跟我們 自己就沒什麼聯合問題 我們自己 所以當然日本一定是最重要 因為日本的整個區域的海域的海空域的情報 對 跟我們做的非常長期深入合作 日本怕都怕死了 怎麼要抓這個東西 這個沒有問題的 包括到澳洲 到澳洲 整個到南海 東海 到台海 到南海 這個全區的 我認為在美軍的整合情況之下 早就完成了一個 所謂的 他講的 聯合情爭的條件跟手段 所以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他現在目前是動用了這個聯合情爭的手段 我們在所有的情報分享就是要跟包括 你看韓國跟日本十幾年情報不分享 最近開始分享了 這是為了要對抗中共 對抗中國的整個 這個亞太的整個第一島鏈的航線 第一島鏈的防線 那台灣在第一島鏈前沿 我針對這個本案來看的話 我想他第二句話是掌握周邊海空域動態 為什麼要掌握 那海域就海域啊 對啊 所以為什麼周邊海空域狀態 他就知道這個東西 他有充分掌握嘛 那有沒有東西呢 有沒有 我說應該是有吧 沒有他掌握要幹嘛 你沒有掌握要幹什麼 你對他是幹嘛 他目前沒有 他目前的反應都是在社交媒體的反應 並沒有官方的報告 對 廢話 中國還沒有反應 還沒有官方報告 這是我們國防部正式發言 所以我現在要講的正式發言 就是換言之講 我們國防部有沒有在動作 有動作 他已經講了聯合情侦的手段 在進行中 而且是綿密的 綿密慎重啊 他已經在介入了 你不要看我們國防部 他是在動的 他是什麼東西動我們不知道 那他在水下 在空中 他有什麼樣的工具在運作 我們不曉得 但是在動 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情 那動到什麼時候會有情報出來 不曉得 那我們剛剛講 第二個回答你的問題 這個地區 就是我們的所謂的 台灣的西南空域跟西南海域 西南空域跟西南海域的周邊 就是巴士海峽 巴士海峽這個區域就剛好就是說 從南海到西太平洋的這個潛艦的 通的 通道 必要的一個通道 對 唯一通道 他美軍要來回走 包括解放軍來回走 對 潛艦 完全這個主要通道在這裡 那這個地方當然是我們台灣的海軍 台灣的所謂的這種偵查單位 就充分掌握了嘛 所以在這個地區來講的話 它這個深度當然夠啊 怎麼不夠呢 因為你任何潛艦 對 你這種大型的潛艦 洞九三是他早期的航 所謂的這種這種 核子動力潛艦 核子動力潛艦 這核子動力潛艦 它裡面可以裝 據說啦 可以裝像這種 這種中程飛彈 有裝大概有 有20顆中程飛彈 就相當大的 攻擊力量 我昨天有講說 它可能有核子彈頭 後來我看了一些報道的看法 上來講的話 它沒有配備核子彈頭 它沒有核子彈頭 沒有 就中程飛彈 就像 那這些 所以在這個地方 當然是配備武器啊 所以說如果說第三個問題 從這邊掉到海底去的話 那當然現在老共現在要進行打撈工作 還有我昨天講到一個 一個更重要的問題 它有洋流啊 它洋流的速度快得不快 它水底還有第三個 另外第四個 它水底它有壓力 水壓 有水壓 因為我們一般的潛艇的 你也知道潛艇的深度 大概在500米左右 對 400 500米 就是一般的潛艇 這樣往下的話 你這個水壓 你沒有辦法抵抗了吧 所以這個潛艇 我大膽判斷 應該是有潛艇 就出事情了 應該是 確實是掉到 很深的海底 所以目前的打撈工作 其實是在機密進行中 但是各國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都會展開在裡面的所謂的科技上的角力 最後是誰撈走的 不一定 搞不好美國人機會 好 提會 這下無統所說的 我們國王部的這個說法 耐人尋惠 聯合徵收 綿密慎重 聯合徵收跟誰徵收 當然跟美軍徵收嘛 所以現在應該美軍也會過來了 因為你看 長期來他都在我們的西南空域不斷地在騷擾 那現在來講 美國P8A也說是美國的RCE35等等相關偵察軍 也都會跑到這個地方來 那剛好出事的地點又在這個地方 對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剛好可能就是台軍跟美軍之間 要怎麼來處理這件事情的重要時機 你給我最好的聯合演習的機會 對 現在就是一個最好的聯合演習的機會 那不過因為打繞 其實打繞潛水艇非常非常困難 就算這些相關的打繞船在那邊轉來轉去 有人說這根本不是在兔子跳嗎 因為他繞圈圈在進行探測 因為現在所有人都沒有承認說 這個地方的確有一個核子潛艇 掉在這邊 可是我們剛才講的 你這個點都是一個打繞船 這個打繞船 這邊也有船在旁邊護衛的 你幹嘛繞圈圈咧 是啊 所以代表旁邊有人有其他船在護衛 就代表說這是算知識體大的一件事情 但是對於這個中共來講的話 他一定是密不投風 對外去講說到底 因為他也不會讓人家來幫助 但是現在問題這個地方是 跟台灣跟台海之間來講的話 因為他比較靠近巴士海峽 跟台海的一個交界處 那個地方來講的話是非常敏感的 而且那個地方也不是說三不管地帶 看誰的實力最強 誰就可以在那邊 未來如果連解放軍要過來打繞的時候 其實也非常困難 因為他也必須要徵求 我們這邊跟美軍方面的同意 甚至菲律賓的同意之後 才有辦法去做真正的打繞 所以說大家都眼睛 眼真正的盯著他看 對 你看上一次美國在南海的時候 有一架F-35掉到海底去 結果美國趕快緊急的 不讓大家去動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封鎖起來 全部都美軍來自己自己打繞 但是現在來講看起來 中國也沒有辦法說直接渡到海峽這邊來 來講的話 去做這樣一個整個封鎖的作業 但是他也不容易證實 所以這個大家都在猜沒有錯 不過現在所有的訊息來講的話 全部都導向說應該有這個事實發生了 現在再討論一個事情 河南一個火車站 遍地都是垃圾 他說為什麼遍地垃圾 沒錢了 沒錢請人了 這麼大的一個車站 只有一個人處理 他根本綁不過來 所以到處都是垃圾 另外有一篇文章是 中國地方財政局長 每天要錢 他說我每天辦公室 大家一開門 大家都來要錢 對 這個影片出來之後 大家很驚嚇 河南的一個火車站 過去來講的話 風光開幕 漂漂亮亮 乾乾淨淨的 可是這個是在營業的時間 竟然沒有人敢做這個鐵椅上面 為什麼 鐵椅上面也是垃圾 地下也是垃圾 怎麼滿地都是垃圾 對 然後洗手間也沒有人在做保潔 真的假的 味道非常的噁心 然後有些人受不了 直接去問那個站長 他就說 那現在就是發不出工資 沒錢 所以沒有辦法特別請保潔阿姨 保潔先生 只能夠一個崗位 一個人要做很多崗位 他又要在這邊賣票 又要在這邊清潔 他根本忙不過來 他們現在來講的話 有個很大很大的問題 就是大家都沒錢 車站沒錢 你髒髒一點 那大家只好忍耐嘛 還有一篇文章 這個財政局長 天天被上門要錢 財政局 對 他是一個化名 化名叫做陳康 他就說他說財政局 過去來講的話 很多人 很多領導叫他 投資投資再投資 現在沒有 現在就說沒有錢了 沒有錢的情況之下 只希望他能夠做什麼 保住基本的三保 讓政府的機構能夠運轉 然後保工資保民生 他說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簡單來說 就是沒有錢 你現在來說的話 在過去有很多很多的方式 你把他的土地 把這個土地的出浪收入 給拿出來之後呢 就有資金去安排 現在房企都已經倒了 沒有人要土地了 所以這個財政局長就說 你天天上門來跟我要錢 我就是沒錢可以給你 你現在看不出來 是因為我現在可以 左手壞右手 我有點轉不過來就爆了 爆了還有一個問題是 我現在退休隊太龐大了 我剛性支出降不下來 我的地方債的利息太高了 還有我現在有很多空殼公司 來吃空缺的 也一個一個跑出來了 對 這樣過去來講的話 你要做出這GDP 你用了很多空殼公司 然後你養了很多人 但是現在土地沒有人要 沒有人要的話 就沒有辦法再融資 沒辦法再融資之後呢 退休的隊伍 人名是很大的 你能夠不給他們退休金嗎 不給退休金 他恐怕就會鬧事 就給你翻臉了 對 他就給你翻臉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財政局長說 你不要看我這麼風光 我很多時候 一大早進去之後呢 過了中午才能出門吃飯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來跟我要錢 並一大早進去 我不客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